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闹白屋台北京直击 张艺谋、莫言、世界级大师对谈 当年莫言原著 张艺谋执部的洪高梁 一名惊人 今天 两位大师再次聚首 拍洪高梁是27年前 一转眼 但是当年的很多情景 历历在乎 拍那个电影的时候 都没有多行 那时候我哪想过莫言能得诺贝尔 所以那种初心 其实就是很纯粹 很纯粹 没有太多的杂念 完全是凭着对艺术热爱 张艺谋新片上画 莫言感动落泪 看着过程当中 其实有浪到眼泪 我身后的一个年轻姑娘 我都生怕担心她 哭得昏绝过去 一直在旁边哭 我都想提醒一下 别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但是后来一想 如果让她憋住别哭 也太残忍了 归来之后 将艺谋攀载与莫田合作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还是很期望跟她合作 她写的东西呢 是我很心意的这种类型 就是那种 炸根 中国人 大地上写的那些 中国人的那些东西 我也是很喜欢 一直是这样的很 有浓郁的民族情感 同时我是一直很喜欢 所以很希望她的 也许她的下一步 就有机会 就能啰嗦 更多追艺谋与莫言的 独家专访 请关注Now爆谷台的 爆谷製造 原来张艺茅